它是世界上最贵也是最诡异的洋娃娃 不仅其仿冒品售价高达20万 更有传闻它是由真人的毛发血肉和骨骼制作而成 1835年一个名为喜乐的日本人制作完它后便离奇死亡 此后洋娃娃的真品下落不明 直到探听侦探陈伯涵将它找到 这才揭晓了诡异娃娃背后的真相 我叫陈伯涵 我坚信世界上没有鬼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所谓的鬼神大多是由于人类的大脑受到刺激 或因为极大的恐惧从而产生了幻觉 曾经的我对此坚信不疑 马桶里的鬼鹰漂浮在半空中的女尸等等 只不过是我查案过程中因为紧张而产生了幻觉而已 然而这一次当我切切实实地与鬼娃娃正面接触后 我的科学信仰直接被彻底粉碎 事情是这样的 几天前我受邀来到一位有钱的雇主家查案 出道两年半 我自认为什么场面我没见过 可万万没想到 男主人刚见面就给了我个措手不息 惊恐颤抖 身体无法动弹 被鬼附身了 不对 他是要我帮他取药 吃完药 洗了八年 男主人志强的情绪出现平稳 原来半年前 自从他的老婆流产后 他就患上了恐惧创伤后遗症 只要稍微受到点惊吓 例如刚刚的手机震动就会迅速发病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吃药控制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心的 我老婆现在每晚都抱着死去的那孩子 死去的孩子 不是说抱着布娃娃吗 志强喜欢喝咖啡 边喝边聊时 我发现他的手会控制不住的抖 而且加方糖的时候 一加就是好几块 似乎甜度总是不够 这明显不正常 很常通药的女生从卧室传来 我慢慢起身 悄悄靠近 荒暗的房间里 志强的老婆敏仪坐在床边 而婴儿床上放着一个诡异的羊娃娃 此刻 这些女人咬破手指 是利用指尖血 喂养着羊娃娃 什么情况 我头皮一阵发麻石 隔壁里 志强的恐惧创伤后遗症再次发作 而她的老婆敏仪不知何时站在了卧室门前 最有应得 你眼人都看得出来 敏仪恨透了志强 可当我问起其中的缘由时 志强却支支呜呜 你没有说实话 这个案子我不借了 别啊 志终究抱不住火 志强坦白 而我也抓住了重要的线索 志强和老婆敏仪是旁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志强事业有成是公司高管 敏仪美丽聪慧是酒店里的特约处施 半年前 敏仪怀孕 而志强 思维心窍出去偷心 被敏仪刷个趁烧 伤心欲绝之下 敏仪失去了腹中的胎儿 至此失魂落魄 整天将自己灌在房间 而志强悔恨不已 他日夜陪伴 想求得原谅 还花了二十万 从国外买了一个仿生的羊娃娃 想安抚敏仪的丧旨之痛 然而适得其反 自从抱着羊娃娃后 敏仪就再也没有松开过 脾气越来越古怪的同时 更是将羊娃娃当成孩子 日夜待在身边 也从那一天开始 志强白天发病 业里则被噩梦所扰 梦里他死去的孩子 总会来找他 你害怕是你孩子变成鬼 来报复你吗 志强羞愧低头 而我对其所为嗤嗤一鼻 这个案子我借了 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你太太 回到侦探社 我开始整理案件的线索 一 自从买了羊娃娃后 志强的状态就越来越差 但从喝咖啡来看 就明显不正常 二 志强的老婆敏仪 用指尖血喂养羊娃娃 怎么看都很诡异 三 从查到的资料 我了解到 志强购买的羊娃娃 是世界上最贵 也是最诡异的羊娃娃 因为妹妹背着羊娃娃的仿真品 只能我思考之际 手机震动 是我的神秘网友托米 发来信息 没错 这个案子是他让我帮忙调查 这家伙一直想说服我 世界上真的有鬼 这次我之所以帮她 是想要尽快见她 经历了那么多科学 无法解释的事情后 我想从她那里找到答案 回到案件上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羊娃娃 信息显示 这羊娃娃来自地狱 阴魂的化身 看到这里 如果是以前的我 我会斩钉截铁地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有鬼 就在人的心里 然而经历了那么多诡异的案件后 虽然我潜意识你 对这个羊娃娃有些恐惧 但理性告诉我 就算原版的羊娃娃是个鬼娃娃 但志强买的只是个仿真品 问题应该不在娃娃身上 可不在娃娃身上 又在哪里 第二天 我再次来到志强家 虾蟹蔬菜一应俱全 志强大快朵铁 一边吃一边告诉我 敏仪是有名的厨师 混前混后都很喜欢做菜给他吃 虽然现在弄成了这样 但敏仪的习惯一直没有变 不对劲 这太反常 我似乎抓住了什么 打开冰箱 看完里面的食材 嗯 果然如此 垃圾桶里 当我找到一张快递单 在看着桌上的方唐时 我心中生起一股寒意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为了印证我的猜想 我悄悄换掉方唐 果不其然 这一次志强喝咖啡时 仅仅只是加了一块 就已经觉得腻了 民意的哼唱 再次从房间传来 这一次 手握证据的我 直接开门见山 拿出之前换走的方唐 我告诉志强 一直以来 他所谓的恐惧创伤后遗症 都是敏仪搞的鬼 从翻找书的快递单上 我确定 民意网购的是LSD LSD是世界上最强烈的 中枢神经吃换剂 民意将吃换剂参见方唐里 手段是又绝又狠 你以为自己是受尽虾 这些全部都是LSD的副作用 还有一点 你吃的菜很有问题 这项吃的菜里 虾和蟹都含有高浓度的 五加生化合物 如果同时吃蔬菜水果 里面的维生素C 会将这些五加生 还原成三加生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披霜 虽然每一次量都很小 但是经常这么吃 就是谋下 志强沉默 他以为民意给他做菜 是自己还有机会 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民意泪流不止 破镜难重圆 曾经爱了有多刻骨 如今恨的就有多残忍 你真的不要报警吗 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无论怎样都好 我还是爱她 拿到佣金 临走前 志强向那个价值20万的洋娃娃 送给了我 你们会有报应的 女人的话让我有些不安 如果我提前知道 接下来会经历的事 那么我死也不会要这个洋娃娃 回到侦探社 已经是深夜 看着放在桌上的洋娃娃 那黑洞洞的眼睛 盯得我心里一阵阵发毛 转过头 举起她的手臂 我一个大男人会怕她 将娃娃放在书架上 无一一撇 我发现 娃娃的脚底 刻印着数字12 该不会 这娃娃是真品吧 我有些紧张 但更多的是好奇 电脑前 我查到了 关于这个娃娃更多的信息 前面说过 制作这个娃娃的是一个日本女人 名叫喜乐 喜乐有一个女儿 名为玉尚 长得丑陋 父亲从不见她 只因当时人们把丑 当作能传染的瘟疫 母亲喜乐 最新制作洋娃娃 而玉尚在母亲喜乐 做完第11款洋娃娃那年 上吊自尽 长期的自我封地 使得没人进入她的房间 而尸体的头发 由腰长到地板上 衣服由白色 也变成了红色 场面是极其的诡异 母亲喜乐在制作完第12款 也就是这款洋娃娃后 便离奇死亡 真品至此下落不明 忽然 我伸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因为就在我盯着屏幕时 书架上的布娃娃 诡异地动了起来 下意识地转头 我的心咯噔一下 它不见了 应该掉在了地上 我俯身寻找 可照遍的每一个角落 都不见娃娃的踪迹 我有些慌了 连忙起身 然而再转头 我慢慢靠近 难道刚刚是幻觉 一定是幻觉 娃娃一边发出圣人的叫声 一边快速地靠近 退无可退的我 砸烂桌上的酒瓶 然后抓起打火机 电脑前 我眼神飘忽 虽然表面平静 但心中已是惊涛骇浪 刚刚和鬼娃娃的正面遭遇 再也不能用幻觉当作借口 为了压住未知的恐惧 我将这次的经历 记录到我的探灵档案中 然而 当我打完最后一行字时 恐惧却越加强烈 我再一次陷入挣扎 我不能也不想承认 直到如今 在没有见到那位神秘的网友Tommy 找不到我想要的答案之前 我绝对不会背叛科学 带着前所未有的压抑 我起身离开 然后就在我刚走 电脑前 一双无形的手 正默默地帮我记录着这一切 淡定档案的第九集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集以虚过的洋娃娃为影 又讲述了一个 走出科学的恐怖小故事 可能对于结尾 很多朋友会吐槽 桌上真的有那么巧 刚好有一瓶酒 还有一个打火机 首先上集中的夫妻 在侦探社遗失了打火机 导演故意给了两次特写 就是再给这集铺垫 其次 桌上之所以会有酒瓶 其实导演从第一集就开始暗示 好几次主角陈伯涵 被灵异事件搞得自闭后 都会来上一两倍 所以也合情合理 最后 虽然这部网剧 是以单元剧的形式闪开 每集的故事都是独立的 但主角的心理刻画 已经能为神秘网友Tommy 却是完整的 而且不知不觉中 串联起了每个故事 让人期待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至于这个Tommy是谁 主角陈伯涵 最后的案件究竟会有多诡异 下一集 也就是本集的最后一集 将会给大家揭晓 我是时光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